春风忙活春耕不只是在地里 也包括在海上 大屏上您看见的这艘船 它可厉害了 这是全球首艘十万吨级 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一号 而养殖工船也被写入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成为中国人向江河湖海 要食物海上耕耘的浪漫探索 那么国信一号上到底咋养鱼 他们都吃些什么呢 最近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 就登上了国信一号 这里是广东珠海 我上船是为了上船 这艘百渡船大概在六个小时之后 就会到达全球最大的养殖工船 国信一号 当然百渡船不是百渡我的 而是百渡他们的 这些白和黄 这些白的是25吨的大黄鱼的饲料 也就是说国信一号上的大黄鱼们 已经二代步等着我们给他们送饭吃了 黄色的箱子里面是啥 节目最后你就知道了 国信一号 国信一号 国信一号收到万八六六六七点 等一下扣女大哥不会 3月15号晚上11点 我们乘坐钓车上船 同时被钓上船的 还有大黄鱼们的晚餐 为啥说是晚餐呢 你像这个舱里的大黄鱼夜猫子们 就喜欢没太阳再进食 他们的开饭时间是每晚的18点 第二天18点 随着自动投资系统撒出干料 养殖舱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 李战权是国信一号的养殖主管 每天夜幕降临后 是他最忙碌的时间 为了保证夜猫子们的进食心情 养殖舱里只能开几个小灯 老李需要打着手电挨个舱的巡视 查看鱼的健康状态成长速度 突然老李在我们的镜头前消失了 找到它时他不太高兴 养殖公船和普通养殖网 像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水质 国信一号距离海岸线55海里 附近的海水湛篮 养殖舱可以利用大型浸排水系统 接近24小时的循环新鲜海水 之所以说是接近 是因为每天的开饭时间 那换水设备是要暂停的 毕竟谁也不想边吃饭边运动 老李不高兴的就是这事 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 喂食的肉它没停水是吧 对 刚停 停到有点晚 先停水再投飼料 这个如果像刚才这种情况 出现了 关晚了 可能会导致一些损失吗 不会 但是这是个常规习惯问题 这个养殖技术要点问题 要点你都忘了还咬那么鱼 对不对 大黄鱼吃的是啥 这种定制的复合飼料 配料表上看有鱼肉 卵鳞汁等等 这长得也跟猫粮差不多 闻着更猫粮了 和家里头养猫更像的是 每隔上几天大黄鱼 就得吃上一顿营养餐 和我们一起做百度传来的 技术员侯瑞 他今天的工作 就是在复合饲料的基础上 加营养 拌失料 这个是那个VC和VE 主要是促进它那个 增进它的鱼体免疫力的 吃得好 住的环境也好 国信一号上的大黄鱼 成活率能够高达95%以上 远高于普通网乡养殖水平 淘汰下来的鱼呢 一部分被送去实验室检验 另一部分送到厨房 成为了船员们的美餐 再跟大伙分享一组数据 国信一号一共有15个养殖舱 近9万立方米 相当于36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 一年的产鱼量能够达到3700吨 记者探访国信一号时 正好赶上了捕鱼 眼下的这种灯光好像稍显奇怪 这是因为大黄鱼见到普通光 就会褪去金黄色 3月19号晚上 国信一号按照最新一笔订单 客户冰鲜鱼的需求 合网而为捕获了3万斤大黄鱼 它们被吸入休眠池冻晕 再灌满零下两度左右的海水冰浆保鲜 3月20号凌晨 接我们返回的百度船到达 和来的时候一样 船可不是专门为了载我们的 一百多个黄色的箱子 装上19号碗刚刚捕获的大黄鱼 朝着珠海出发 未来国信一号将会追随着水温的变化 陆续前往福建浙江山东外的海域 这是一艘永远没有农贤期的 移动的蓝色良田